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 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地区 当时的台湾经常有一些黑帮组织出没 时不时发生一些弃航霸市的事情 很多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但要说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位 那就是一位江湖人称鬼剑仇的黑道杀手 此人名叫林来福 拽杀黑老大林来福 出生在台湾地区的贫苦人家 经常被人欺负 书念的少又找不到工作 缺钱的他干脆就用抢来维持生计 最初他只是一个走街串巷 惹是生非的小混混 因为胆子非常大 做事很毒 加入黑帮组织后 如鱼得水般大展身手 这过程中难免占了其他帮派的地盘 抢了别的黑老大生意 冲突不断 身性暴力的林来福 哪咽得下气 便纠集了一批打手 自己也成了黑老大 林来福被称鬼剑仇 就是因为一个字 狠 有了钱有了枪 别看林来福一伙人不多 却个个都不好惹 四年间 林来福带着他们 在黑道上耀武扬威 脾气一不顺 就拿黑老大动手 有的黑老大 就是因为喝多了 对他发酒疯 第二天就死掉了 这样前前后后 叱咤江湖的林来福 怒夺25命 大大小小的黑道大哥 见了他都怕 江湖人都称他鬼剑仇 最终 林来福也难逃 警方追捕 逍遥四年后 在一次抢钱逃跑中 林来福被追上来的警方 用枪抵着头 只好乖乖投降 但是 让警方不寒而栗的是 打开他车的后备箱时 赫然发现里面 装着各类枪支 手榴弹上百个 军火如此庞大 让警方都冒出一身冷汗 背叛死刑后 林来福只向警方 提出一个要求 给怀着孩子的女友 一个名分 就这样 林来福在狱中完婚 刚举行完婚礼 他就走上了刑场 但他依旧笑眯眯的 也许是完成了 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吧 而这个黑道杀手 至今也是台湾江湖上 一个传说